民眾吃飯吃到一半竟然發生火警意外 新竹一家韓式餐廳的新攻堵聲 不熟悉工作的流程 一個不小心竟然用小瓦斯爐 燒毀了店內整束裝飾稻草 嚇得吃飯的民眾驚嚇閃躲 店員也趕緊拿水沖上前滅火 整家店瞬間煙霧瀰漫 有網友說監視器畫面看起來就像是火燒石鏡秀 水水水 火火火火火 瞬間吞噬店家擺設的裝置稻草 一回頭就金箭店狂燒 顧客心中警鈴大響 連忙跳起 趕緊離火源點 大火狂蔓延 坐在一旁的店員 趕緊衝上前滅火 還有客人拿起桌上水瓶 將殘火撲滅 整間餐廳瞬間煙霧瀰漫 稻草光光成焦黑 餐廳金線火燒石鏡秀 究竟怎麼回事 你吃一吃東西快點燒起來了 它燒那麼快 一定會嚇到 我們的一個假日公讀生 剛報到不久 對這部分可能有一點生疏 不知道它那麼易燃 剛好似火的時候 風一吹過來 就整個燃燒起來 原來全英這位初心店員 16號下午2點多 南店員右手端小菜 左手拿卡式爐 第一樁至稻草旁超近 一手就將火點起 大火隨即燃燒稻草 一發不可收拾 不過遇上店家突然竄火 又該如何一變 第一個應該是通報 第二滅火 第三個呢 緊急呢 做避難引導 業者表示日後會再加強 員工SOP訓練 對當下產生恐慌的客人 神感抱歉 當下也有立即補償給客人 折扣優惠 所幸無人受傷 徐錦一場 記者徐志前新竹報道